Hello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三三真乐活 我是Aris 朱思红 那您看到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在这块摆了很多很多的清洁用品 各个品牌的都有 这不是一期广告 真的不是广告 虽然我很希望它是广告 但是呢 这期节目它非但不是广告 而且呢 是干货满满 所以您千万不要错过了 那我想问一问大家 随着这个秋冬季节到来了 您有没有想着给家里头来一次大扫除呢 我其实真的是有这个考虑的 但是呢 看着这个家里头平时遗留下来的这些卫生死角 我真的是觉得特别头疼 我宁肯是选择这种选择性的失明 我看不见 但是呢 它就是在那里 你看到它就会觉得心烦 所以呢 干脆还是干掉它 但是呢 干掉它的话 其实是有一些可以事半功倍的方法的 所以呢 我就给咱们啊 好好的做了一下功课 到底哪些清洁用品 才是真的好用的东西呢 其实呢 我们可能在这个超市上 这个货架上到处可以看到这种 很琳琅满目的清洁用品 总觉得 大差不差 随便拿一个应该问题都不大 其实您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了 您很有可能会掉到坑里的 那其实呢 像这个新西兰的消费者协会 就是这个Consumer NZ呢 他们之前就做过一个测试 主要呢 是针对这个All Purpose 也就是全效的清洁剂 以及呢就是厨房用的一些清洁剂 去做了一个大测评 他们测评的对象呢 多达31种这个市面上常见的一些品牌和产品 那最后会发现呢 其实真的还是良幼不齐的 有些可以高达95分 各个方面都是非常好的 还有一些呢 居然可能比水也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还是得多掌握一些这样的信息啊 才能让自己的这个钱花到刀热上 那这个Consumer NZ他们介绍说 他们根据这个自己的一些实验的方法 对于这31项 31个这个产品进行了相应的测试 简单来说这个测试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也是会从市面上啊 去买这些清洁用品 不是从商家那里拿到的 那这样子呢 才能保证他们进行试验的这些样品 和我们消费者买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他们会控制这个实验室的环境 并且呢 是把这个 就是每一种清洁剂 挤在这种湿的海绵上 然后通过机械臂 去均匀的 然后呢 次数可以控制的这样 去对一个这个PVC板去进行清洁 这个PVC板上面呢 也是有比较这个厚的油污 那么这样子呢 基本上是可以屏蔽掉 所有会影响到测试结果的 这些其他的客观条件了 那么像每一种清洁剂 他们都要进行四次的实验 最终呢 算出来一个平均分 然后再用这个分数去进行一个排名 从优秀到糟糕 把这31个产品是排了下来 大家也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测试结果 还是非常有参考性的 那今天呢 我们也主要是根据这样一个排行榜 来看一看 到底哪一个是性价比之王 哪一个又是彩雷大神呢 我们一定要来避一避雷啊 那么接下来呢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纽村地表最强清洁剂 到底是谁 首先呢 性价比之王的第一名呢 就是Mr. Musso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威猛先生啊 他的这个 All-Purpose Household Grade Disinfectant 高达95分 他是第一名 那实际上呢 他的这个参考价格呢 在市场上应该是差不多两块九毛九三个纽币一瓶 然后平均下来呢 每十毫升大概也就是六分钱 所以呢 这个性价比也是特别的高 而且呢 他的适用范围特别的广 基本上没有发现他在某一个表面不适用的情况 所以呢 如果是像台面呀 电器呀 水槽呀 炉灶烤箱啥啥啥啥啥啥啥的都可以用 所以呢 应该说这个 您要是想要找一个清洁剂 然后又 不想花脑子去选择一个什么清洁剂的话 就选他就应该问题不大了 那第二个呢 叫做Value Lemon 这个牌子就是我们经常在这个超市里头看到的 就是那个Value那个品牌 其实之前我对这个品牌总是觉得它好像是 那种所谓的 价格比较便宜 然后呢 效果也是一般 就是各方面都是中规中矩的那种 但是实际上呢 它在测评当中的表现是特别好的 就是它这一款这个柠檬味的这个Cleaner 93分 嗯 仅仅低了两分 然后呢 它的价格差不多每瓶是两块四毛九 平均每十毫升的是七分钱 比Value Lemon先生还稍微贵了那么一点点啊 然后呢 它是对于这个厨房和浴室是特别适用的 尤其呢是非常适合在坚硬的表面上使用 比如说像浴缸啦 面盆呀 还有这种淋浴呀水槽等等等等的啊 那么像这个Value的这个品牌呢 我们基本上比如说在这个 Park and Save啊还有New World都是可以买到的 好我们说第三名 第三名同样是Value的 是Orange这个系列的这个Sprickling呢 就是那种喷雾的那种哈 然后呢得分也挺高的 92分 那么它的这个差不多每十毫升是七分钱 跟刚才那个一样 但是要注意的是啊 这一款喷雾它是有不适用的范围的 它不适合的表面呢 是比如说有色玻璃 液晶或者是等离子电视屏幕 是坚决不能用的啊 还有呢这个成品的这个木质的表面 漆面呀油漆表面呀这些的 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分析得出 应该说这个Spray 它应该是有一定的腐蚀性的 所以我们不能把它用在这一些表面 那与此同时呢 它适合的表面呢 就比如说像桌椅呀 还有白色的这些电器呀 还有浴室啊塑料瓷砖等等的 都是非常适用的 那么第四名呢 是这个Earthen Spray and Wipe All-Purpose Cleaner 然后呢是得了91分 它呢平均每10毫升是8分钱 又稍微贵了那么一丢丢啊 然后呢适合的这个表面 也是非常广泛的 像什么瓷砖呀 橱柜呀 台面呀 微波炉 不锈钢 灶台 抽油烟机 冰箱 都可以用 它的适用范围也是特别的广的 那么与此同时呢 比起前面几种呢 特别强调了 它是可以达到99.9%的 杀菌的这个效果的 而且呢它是符合澳大利亚的 这个4351的标准 这种表面的活性剂 所以呢可以说 它也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 那么目前在新西兰 应该说只在Bonis可以买到 第五名呢是Ajax 也是特别常见的一个品牌 我们基本上在每一个超市都能见到啊 然后呢这个Cream Cleaner 它是能达到90分 平均每10毫升呢 是9分钱 又贵了那么一点点 然后它也有不适合的这个 试用范围 我们一定要来注意一下啊 它是要避免在这种精致表面上处于一个长时间的摩擦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分析到它里面应该是有一些像是这种威力带有摩擦性质的这种成分在的 所以可能会给一些光滑表面形成一些刮痕 那么在这些比较光滑的表面上尽量去避免使用它 那与此同时呢像这种浴缸呀或者洗脸盆呀 淋浴间呀瓷砖表面呀水龙头啊这些的都是可以用的 厨房的这些水槽水龙头工作台瓷砖表面啊冰箱烤箱都是很适合使用的 说到第六名这个我好像没有太见过 不知道有没有观众朋友家里用呢 叫做Cyclone Prey and Wipe All Purpose Cleaner 也达到了90分 那么平均每10毫升呢是7分钱 嗯价格和那个value是一样的啊 然后呢它不适合的表面呢是这种有保护膜的表面 哎说明它可能是有一定的腐蚀性的 可能会把原本表面有的这种保护膜腐蚀掉 所以呢千万不要使用 包括这种有抛光呀或者是清漆呀 或者是这种呃就是有上漆的这种表面 也是这种很光滑需要这种光泽度的表面 尽量是不要使用它的 那与此同时呢它适合的表面也是像这种厨房台面呀 厨柜呀然后微波炉不锈钢灶台抽油烟机等等等等的 都是适合使用的 而且呢它也能达到99.9%的这个杀菌的这个效果 也是挺不错的啊 那其实呢说了这前六名 为什么要说这六个呢 是因为它们都是90分以上的 那么除了这六个以外呢 基本上就下了90分了 大家呢也可以上这个Consumer NZ的官网去看一看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如果有更好的选择的话呢 像这种90分以下的基本上就可以不用太考虑了 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90分以下的有些价格还不低呢 算下来的话性价比确实不是太理想 那么说了这些优等生之后我们一定也要来避一避雷啊 那么除了这种中间的这些我们暂时不去看了之外呢 我们来看一看哪些是坚决不能买的啊 其实啊在这个Consumer NZ上面列出来的这些坚决不要买 然后呢给出的评分是Terrible很糟糕的还真的是不少呢 我数了一下也得达到十几个基本上是占到了参加测评的一半还要多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市场上的雷还是蛮多的啊 而且呢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很多是我们平时很喜欢用的品牌 比如说像Dilu的这一款只有31分 而且呢它的这个最后给出的结果是Don't Buy 认准它了啊千万不要买大家截图啊不要买 那么除了它以外呢还有我们经常看到的这种啊 就是比较以环保这种理念来著称的这个Eco Store 它们家有几款产品也是不被推荐的 那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哈就是排在最后的 其实这个测试结果并不是很理想的 就是自己DIY出来的清洁剂就是水加醋 它得分呢只有30分结果也是Terrible 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啊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的是这个在这个官网上 后面呢有一个这个用户的留言 他特别热情的去推荐了这样一个DIY的清洁剂 他认为呢这个清洁剂它一直在使用效果特别的好 就这个水加醋啊可能再加一点这种稍微加一点清洁剂 他觉得这个效果特别好尤其是安全 他自己知道他在用什么东西 那他说你也可以去选择这个威猛先生 毕竟他是第一名嘛非常的厉害啊 但是呢里头有这有那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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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这个化学品 他说这些东西我是坚决不会让它出现在我的厨房里的 那所以呢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人者见人智者见智了 那也许您试一试家里头的这个水加醋 包括我听说加点小苏打 其实效果也不错也可以试一试嘛 毕竟这个成本也不高 然后呢效果说不定也还挺好 好的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主要都是all purpose 和厨房里头用的一些清洁剂哈 那么不要走开下一节呢我会给大家推荐一些 从我个人以及我的同事呢推荐的 平时在家里头用的特别好用的清洁剂 可能是用于不同领域的 所以呢也是干货特别的多 那一会儿我们再见咯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三三真乐活 我是Aris朱思红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刚才已经跟大家分析 这个consumer nz呢给大家测评的这个市面上经常见到的31款 主要是这种全校以及在这个厨房用到的清洁剂 那么这一趴呢我们想跟大家好好聊一聊的是 有我个人的经验还有呢办公室其他同事的经验 到底哪一些清洁剂特别好用 当然布局现在是这个厨房使用的哈 可能在您家的浴室呀厕所呀可能都能用得到 还有一些是衣物也可以使用到的 所以是很全面的 基本上呢这些东西可以涵盖到我们要做这个家里清洁的各个的方面了 哎还是很实用的啊 那我们话不多说就接着就开始了 首先第一个要推荐的呢就是 Jif Sif 大家可能有点傻傻的分不清楚了啊 您看您仔细看这俩长得超级像 但是名字其实不一样 一个是J打头一个是C打头的 您可别以为这是什么雪碧和雷碧的关系啊 这俩可都是正品 其实呢刚刚拿到的时候我也觉得蒙啊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呀 后来一查才发现他们呢都是属于联合力化旗下的 只不过呢Jif可能是在全球范围之内有一些国家会用这个名字 但是呢Sif呢是在2000年 然后正式更名之后呢更大范围的这个使用的这样一个名字 所以呢不管您买到的是Sif还是Jif都是正品 大家不用太担心啊 那么其实这个东西特别的好用 我们基本上家里头都是人手一只 那他经常会用在什么地方呢 比如说哎厨房灶台油渍特别特别厚 特别特别重特别特别难洗掉的这些地方 还有呢就是像浴室里头的这个水龙头类啊 或者是墙壁上的水渍啊什么的 用它都是事半功倍的 说到这我觉得应该给大家看一看 对吧这个眼见为时光嘴说是无凭的 走咱直接试试走 哎我们公司还真是挺干净的哈 找了一整才发现看这个水池这儿 哎还是有点小脏的 有点发霉 有点那个水渍留下的那种发橘色的那种 是霉吗 可能也是霉吧 我们现在就用这个Sif哈 看看它能不能把这块清洁溜溜了 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Sif打开 在这些我们清洁的地方稍微倒上一点 哦好 让它稍微作用一会儿 那其实呢这个Sif呢还有一款白色的 像这个黄色的里面是有一些颗粒的 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模式 就是摩擦的效果会更好些 白的呢就没有这个颗粒 好我们现在用这样的一个清洁布 在这个地方多摩擦一下 摩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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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干净了很多了 包括这个地方 你看底下积的这个水垢 都可以擦干净 这个池子的位置 看 从镜头里可以看到这些地方吗 这些其实在我们家里头的这种洗手池洗手台上 都是很常见的一些污垢 在清洁的时候用这个GIF的时候 就能感觉到有那种磨砂的小颗粒 我们搓一搓 搓一搓 搓 还是觉得挺省劲的 因为就是我说的 它里面因为有一些磨砂颗粒 所以呢 本身就是可以起到一些抛光 然后加强摩擦的作用 好了 我觉得已经肉眼可见的干净了很多 我们把这些要清洁掉 好 好 我们现在用这个已经清洗干净的清洁布 把这里擦干净 哇 效果很明显吧 不是我吹牛吧 大家看到了吗 很亮 对不对 再擦一下 像这些清洁剂呢 在使用之后 一定要尽量的把它头洗干净 让它残留的越少越好 毕竟在厨房嘛 厨房种地 对吧 那这些化学用品呢 还是少残留一些 才能对我们的健康来说会好一些 好的 还是有些泡泡 好 大家验收一下 看 真的很干净 然后包括不锈钢的部分呢 也变得很亮 刚才这里的完购完字 都被擦掉了 实际上 我真的没有用很大的力气 所以可以说 Safe 棒棒 OK 我们看到了啊 这个Jeff是真的厉害啊 但是呢 除了它之外呢 其实还有很多的清洁剂 特别好用 那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呢 我相信很多家里头也会有 就是这个 Genola 那这个呢 其实我在医院里头也见过 它其实 我对它的理解就是漂白剂 所以呢 它的这个 这个杀毒的效果呀 漂白的效果都特别好 而且呢 其实买了它之后 你会发现它很 它的这个适用范围是很多的 又可以用来洗衣服 也可以用来做清洁 当然了 它的这个使用的规则也很多 人给的还是挺详细的啊 仔细看一看 我觉得像用这种东西啊 您使用之前还是要好好的看一看 它的这个说明的 因为 嗯 用好了 用不好了 用多了 用少了 其实影响还是蛮大的 一会儿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经验啊 那你看它上面呢 关于这个医物的清洁呀 消毒呀 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去配比呀 然后呢 到您这个 比如说清洗厕所呀 清洗浴缸啦 还有这个洗手池 包括垃圾桶等等等等啊 它都有相应的这个配比 以及应该怎么样正确的使用它 所以呢 应该说是介绍的非常详细了 那在这里呢 还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下 尤其我们华人朋友 或者是年龄大一点的朋友哈 这些英文对我们来说可能就不是很友好 那实际上呢 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就是我们打开微信 微信上面呢 有这个扫一扫 好 点开了之后呢 底下就直接有这个翻译 哎 放到翻译这个上头了之后 对着它的这个英文的部分 您想了解的部分 哎 拍张照 哎 看它正在扫描中 稍等一下啊 就给您翻译成中文了 这就特别特别的方便 所以呢 如果您在超市里头 遇到了想要买什么东西 结果发现可能这个说明看起来有点费劲的情况 您就不妨用这种方法 绝对能助您一臂之力 好 这是一个小插曲哈 我们继续来说 刚才我说到这个东西使用起来还是需要注意的 这可是我的自己的亲身感受 因为哈 我有一次呢 就是在完全没有稀释的情况之下 把它用在了我家浴室的这个有一点起霉的地方 结果当天下午 我一个下午都是头昏脑胀的 有一点想呕吐的那种反应 实际上我很可能是绿中毒了 那我给大家说 这个呢 因为它是漂白剂嘛 所以它中间应该是含有这种绿的 那如果浓度太高的话 您吸入了以后 真的可能会产生这种中毒反应 所以呢 我以我个人的这个惨痛经历呢 来提醒大家 如果您使用这个漂白剂 并且是在没有稀释的情况之下的话 一定要注意通风 而且呢最好戴上口罩 并且戴上手套 尽量全方面的把自己防护起来 不要受到它的这个伤害 我觉得这个刺激性还是蛮强的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 它的这个清洁效果消毒的效果 还是非常不错的 家里背一个还是很有用的 当然了 您也可以根据您的这个使用的需要 根据它给您的这个提示呢 去进行稀释 那这个使用起来 应该说就没有什么后患了啊 还有提醒大家的一点是 以前我老早就看过一个新闻 就是说有人在家里头清洁厕所的时候 把一些清洁剂混合起来使用了 最后就产生了一种剧毒气体 具体是什么我想不起来了 但是当时这个新闻还挺火的 所以呢我也是建议大家 不是建议大家 是警告大家 千万在家里头做这个清洁的时候 不要把清洁剂混合在一起 这些都是化学用品 谁知道谁和谁就产生什么化学反应了 对吧 所以安全最重要啊 好的那这个说完了呢 我们就来到下一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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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我家里头亲自使用的 您听没剩多少了 已经用了几次了 这个绝对是一个神器 就是如果您家 哎这个下水道堵了 哎尤其是因为头发堵了 这玩意儿绝对是个神器 要说起来哈 新西兰的这个水里头好像是缺少吸的 所以呢很容易导致我们脱发 嗯再加上压力大 谁还不是个秃头少女了对吧 不停的掉头发 那这下水道呀也就比较容易堵 还有就是这个洗脸面盆 有的时候也容易堵 那一旦堵了的话要掏起来 想想也挺酸爽的哈 不太愿意下这个手啊 那所以呢您就去超市买一瓶这个 这个我当时买应该在12纽币左右吧 然后呢他给他的这个建议是一次要用半瓶 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个人是没有用到那么多的 然后他的使用的方法也是挺简单的 就是您尽量它里头是这个褶泥状的嘛 然后您把它倒到这个洗脸面盆里头 让它慢慢慢慢的流到管道里头 然后接下来的15分钟到半个小时 您千万不要用这个洗脸面盆 就让这个就是让这个Jail 让这个褶泥就在这个管道里头充分的去溶解 您管道里头的那些拥堵物 之后呢半个小时之后了您要用热水 大量的热水去冲 哎这样子您很快就会发现 自家的这个已经堵水的这个地方 哎就通了真的很神奇 非常的好用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省事 但与此同时呢它的味也是比较大的 估计可能有差不多相同的这种腐蚀成分在里头啊 所以呢也是不要碰到手 不要碰到你的皮肤 而且呢注意通风换气 那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一些呢 基本上都是家里头的这些死角的清洁用品啊 那还有一个想推荐给大家的是 大家洗衣服的时候可以用到的 那实际上呢我们经常就是吃个面呀 吃个什么的 给身上溅点点呀 溅点油呀 溅点辣子汁的哈 都特别的常见 但是呢等洗的时候 您会发现这洗衣机洗完了 那点在那还是在那 感觉就永远不挪窝了 但实际上呢有特别好使的一个东西 哎 就是它 其实呢有一个同类产品叫做Vanish 好像它更火一些 但是我觉得可能都是差不多的东西啊 反正我家用的就是这一款 那么您如果身上沾上这些点点了的话呢 就拿着它对着那个点点的地方 碰碰碰碰喷一下 然后呢您可以看它这个头也挺神奇的 可以调 您可以调成这种就是泡沫状的 也可以调成这个雾状的 哎就根据您自己的喜好 然后呢喷到您这个衣服上的这个点点的位置了之后呢 也是静置上一段时间 哎静置好了之后呢 您再把它稍微搓一搓 基本上都可以清洁溜溜了 也是特别好使的一个东西 这也是以前我一同事推荐给我的 后来用了就爱上了 那最后呢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是这个烤箱 哎用的这个清洁剂 就是这一罐了 这一罐不是我自己用的 因为我自己实在是没怎么用过烤箱 我也不是什么烘焙小达人 但是我同事里头有呀 人家可是特别擅长烘焙的啊 那么一旦是用上了烤箱了之后呢 就会发现烤箱虽然很好用 但是呢清洁起来也是超级费劲的对不对 那么就有这种神器可以帮助你 那我看了一下啊 这个东西用起来还稍微有一点点的复杂 它其实是分为两种情况的啊 它可以4分钟就给你把这个烤箱清洁干净了 但是呢是需要烤箱里头是有温度的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与此同时呢 如果烤箱是凉着的情况下呢 它可能需要30分钟左右 那您就根据您的这个时间 根据您的这个急性子还是慢性子 你去选择这个具体的模式啊 然后呢它的这个使用的方法里头也提示到 一定要注意尽量是在断电呀 还有一些什么提示灯关掉呀 巴拉巴拉的这种情况之下 使用之前必须要把它摇匀 而且呢您也需要戴上各种的防护的东西 比如说长手套以及护目镜 好危险呀这个感觉 所以大家用这些清洁剂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哈 既然人家提醒咱们了就说明 这么大的一个poison有毒写在这里 所以一定要小心 但是呢 毕竟这些东西真的是可以帮我们事半功倍 可以省掉很多的时间 省掉很多的力气 而且呢以这种正确的方式去使用的话 一般问题都不大 大多数的清洁剂呢在您使用之后呢 都需要尽量的去把它漂洗干净的 所以呢就是到了这个后续的阶段的情况之下 大家也不要涂省事哈 该把它清干净该洗干净的 就还是要该做到做到 那么今天介绍了这么多的这些清洁用品了 我自己其实也是觉得收获挺多的 毕竟做了这么多research 也觉得好像大扫除不是一件难事了 您觉得呢 要不然我们就动起来吧 那今天的三三真乐活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 不妨也关注我们 然后打开小铃铛 或者说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关于生活的知识也好 或者是想要分享您的生活经验也好 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非常期待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